暴跌7万,对的你没有听错 无论是考虑国产SUV还是合资SUV 那么以下这四款都能够满足你各种的家用需求 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 十年都开不坏 并且后期养车成本特别的低 而且质量和口碑也是超一流的水准 特别是第四款 性价比高,非常值得入手 第一款哈佛H6 虽然这款车现在已经跌落神坛 销量在慢慢下降 但是你要知道一句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现在它的约销量也是能够达到一万多台 虽然大不如前了 质量却没有改变 甚至性价比比之前还要高 其数价98,900到15,700 又会是在一万左右 入门机车型现在只需要8万多 动力方面 搭载了1.5T和220T两款发动机共消费者选择 而它的220T版本并不是特别的划算 售价高达13万多 马力211 而它的1.5T车型马力就高达184 动力也是足够家用 而这款呢它的版本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它入门机车型你千万不要考虑 最值得入手的就是2022款三代自动两驱PLUT的版本 匹配1.5T加7档试制装力盒 马力184 油耗8个左右 现在优惠完只需要10万出头 价位方面是比较合理 这款车长达到了4米653 轴距2米738 空间大 动力强 价格亲民 这都是这款车的优点 而它的缺点就是油耗有时候超乎你的想象 市区能够达到10个 不过家用还是可以的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奇瑞瑞虎8昆蓬版 动力方面它搭载了1.6T和220T两款发动机 同时也是奇瑞最英为傲的技术 动力强 质量好 开着经济省油 马力197和254 匹配的都是7档试试双离合 起售价是在116900到145900 优惠是在5000左右 现在裸车只需要11万多就能入手 而它的1.6T版本也是足够了 并且油耗低至7个 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发动机噪音也比较小 要知道它可是一款中型SUV 在空间方面表现也是很让人满意 车长4米7 轴距2米71 足够保障了它的车内宽展空间 现在只需要11万多 性价比有多高可想而知了吧 只不过它的缺点就是 外观和内饰方面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是它平时耐造家用省心呢 并且奇瑞专注于技术研发 对于这些外表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的注重 如果说你想入手一款十年开不外的车型 那么这款车非常的适合你 第三款奇瑞瑞虎8PLUS 如果你觉得昆蓬版不是特别的有诚意 那么这款车绝对能够给你惊喜 而在尺寸方面也是加长了 超长4米72 外观方面看着也比较时尚 只不过在轴距方面没有什么变化 乘坐空间也一样 好在后备箱空间还挺大的 而它的售价和昆蓬版是一样的 其售价12万4.9到16万9千9 优惠是在12万2左右 现在入门机车型只需要11万多 三大件方面和昆蓬版搭配的都是同款 也是有1.6T和2.0T两款发动机 建议你入手它的1.6T就可以了 配置丰富 像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定速群航 发动机启定 这都有配备 还是很良心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四款雪佛兰探界者 定位是中型SUV 这款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之前也是讲了很多次 如果你手里预算只有123万 那么你完全可以考虑它的2022款持借版 官方售价184.9 很多地区优惠能够达到5到6万左右 现在优惠完以后只需要12万多 从19万多跌到12万多 已经是很良心了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1.5T 6AT变速箱 马力169 动力比较弱 0百加速10秒以外 但是它价格便宜 质量也很稳定 并且燃油经济性也是很高的 低至7.5个 从各个方面来说 都非常的适合我们家用 并且它还拥有着2米725的轴距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很宽敞 只是这款车畅上只有4米646 挖光看着不是很大气 内饰方面的设计也很一般般 再也就是保值率不高 车标难看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以上这四款车型 现在优惠力度都特别的大 如果是你 你会入手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